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你知道 哪些地方 會搶著人與人之間的故事呢? 我記得小時候 火車上的留言板 默默的進入那些 每天都會發生的小故事 就像日常生活中 在平常不過的招呼裡 撐著許多 追笑卻真切的情感 謝謝你 拜拜 下次再來喔 不要加油 最簡單的話語 卻更出動人心 因為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那些 沉浸的奇葩 不捨的別離 以及 藏在裡面最真切的感情 感動 所以深刻 簡訊 Facebook Line 現在的生活方便多了 只是 那些故事 那些感動 跑去哪裡了呢? 科技 真的讓我們更近了嗎? 人們 有可能 我 想要 我都在这间 我都在那儿 时间与人的双维度 认了每个新的方式 长造不同的故事